冲突的来龙去脉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语言讨论 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先预祝大家新春快乐 很多在场的朋友可能是比较熟悉的群友 也有些新朋友 我简单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我原来是搞管理科学的 一直在英国学习和工作 也曾经在英国一所大学 担任全职教员 教的就是管理科学 2013年的时候 我从大学辞职了 就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那么疫情期间 时间上就更加自由了 所以在本地的大学 爱丁堡大学这 选修了一门政治学的课程 学校一定要打包给我一门 国际关系的课 当然国际关系 其实就是政治学 国际之间的政治学 就是政治学里面的一个分支 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们还是打包了给我 所以我不是什么国际关系的专家 而是国际政治学的再读生 可以这么说 乌克兰局势是一个热点 也是我们学习中的 需要讨论的内容 所以看了不少资料 今天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讨论 材料非常多 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我讲完之后 希望大家补充 我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一点 就是说 今天的题目 虽然跟强国基本上 没什么关系 也有群友说 没什么关系 但其实是有关系的 什么都是万物互联 都是有关系的 同时网络监控 可能就说浑身不满几点 一不小心就触犯了什么敏感痴 我不知道是不是方便 可能主讲的主持人 会在聊天栏里面分享一个 关于今天讲座的二维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一下 如果会无故中断的话 我们会把新的链接 发到群里面 这样就可以继续讨论了 那么今天的主题是 那个乌克兰的冲突 主要是关注 为什么会有这个冲突 怎么来看待这个冲突 在那个网上 有很多 可能小视频 大家的公众号 这个都有很多的解读 我的那个讲法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乌克兰 首先做一个铺垫 然后介绍一位美国 非常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 他的名字叫米尔斯海默 John Miesheimer 他的分析观点 我呢就把它叫成米老先生 他今年7374岁了 因为他很有名 也很活跃 影响很大 争议也很大 等会儿再详细介绍他的背景 介绍了他的观点之后 我要讲一讲别的学者 对于他的观点的批判 就这么基本上三个部分 简介加上米尔斯的观点 就加上那个对他的批判 好 我先讲一下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大概的背景 大家可能听乌克兰听得多 其实对乌克兰了解可能很少 尤其是西方人 是对乌克兰了解的很少 乌克兰是东欧的一个国家 它是国体是一个共和国 它的面积也很大 在欧洲占第二位 仅次于俄罗斯 我挂了这个图 人口也不少 4000多万 4100万现在是 那个78%呢 它的人口是乌克兰人 还有一些主要的就是俄罗斯人 还有一部分罗马尼亚人 它的语言并不是俄语 而是乌克兰语 宗教是跟俄罗斯一样 是东正教 我们看这个地图可以看得出来 它东边就是俄罗斯 那个北边是白俄罗斯 西北边是波兰 西边是斯洛伐克 匈牙利 南边是罗马尼亚 莫多瓦 那个莫多瓦 那个英语叫莫多瓦 这个相对可能大家知道 它不是很多 南边是黑海 还有亚素海 当然还有这个克里米亚半岛 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克里米亚半岛 其实不小 非常大的一个半岛 它是个半岛 原来其实是乌克兰的一个自治的共和国 原来乌克兰就是有24个州 加上一个自治共和国 自治共和国就是克里米亚 现在当然被 大家都知道被俄罗斯吞并了 好 接着往 往前看 那个还有这个地图 这其实是个历史地图 那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信息非常多 主要我们就关注两个点 第一个点 就是说这个大块的 这个绿色的 这个乌克兰的 那个东部的地区 它原来在一战跟二战之间 曾经是乌克兰的这个领土 那个西边这个黄色的这一块 在一战二战之间 它其实并不属于乌克兰 是被波兰占领 这个其实说明就是说 乌克兰历史上 其实经历了相当复杂的 一个演变的过程 也有很多的 那个冲突 可以这么说 那个他所出的地理位置 可以说是列强环市 是吧 东边的俄罗斯 当年是一个帝国 对不对 那个苏联当然 其实也是个帝国 对吧 那么西边 那个有德国 德意志帝国 跟那个奥匈帝国 都是 都是非常强大的帝国 这个曾经是非常强大 所以对这个乌克兰都有 在不同的时间段 都有 都有这个侵略 或者侵占的行为 这个故事很复杂 我就不去展开讲了 但是大家心里 我概念就是说 这处在一个 就是列强包围的 这个环境之中 它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焦点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还有第二个看点 就是这个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这个岛 在那个19世纪中叶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有个叫克里米亚战争 1853年到56年之间 当时是英国法国 纠合了那个 奥斯曼帝国 攻打那个俄罗斯 俄罗斯战败了 但后来俄罗斯又把 那个克里米亚夺回去了 到了1954年的时候 那个俄罗斯把那个克里米亚 送给了那个乌克兰 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段故事 因为当时那个苏联的领导人 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呢是乌克兰人 所以是不是觉得他有这个情节在这里面 反正就是说乌克兰被划归到了 这个克里米亚被划归到了乌克兰 当然了2014年的时候 又俄罗斯又把乌克兰又把那个克里米亚吞并了 那么有那么一个有那么一段那个历史在后面 反正呢大家对这个图可以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各大国争夺的地方 说到这个乌克兰的历史 有几部挺不错的电影 我现在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部 这个是讲的是这个一战二战之间 1933年前后 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 这个其实就是反映了一种民族的矛盾 这个矛盾呢是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人之间的 当时斯大林搞那个集体农庄 这个政策导致了这个乌克兰的大饥荒 这个电影呢是挺不错 我觉得拍的还挺不错 但是呢那个主题当然非常沉重 题目就叫苦难的收获 Better Harvest 这个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 还有些其他的故事片 还有一部故事片叫那个仇恨 讲的是那个波兰占领 那个乌克兰地区沃伦 那个刚才那个地图上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的那个右上截这块 这个地方叫沃伦 原来就波兰占领 但是呢波兰人跟那个乌克兰人 也发生了民族的冲突啊 那个那个电影叫仇恨 这个就是更加沉重了是吧 我就我就我就不多说了 接着介绍乌克兰啊 那个到了80年的末期啊 那个东欧巨变的过程中 乌克兰当然也 也经历了非常重大的这个 变迁可以这么说啊 回顾一下 八九年 那个九月的时候 乌克兰当时 因为那个铁幕被打开了啊 那个乌克兰 乌克兰的人民也站起来啊 就是去争取他自己的国家的独立 到了90年的时候 他通过了一个叫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 当时那个苏联还没有解体啊 苏联解体要到1991年年底 12月26号是吧 那么他其实90年7月16号 就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 其中有一条啊 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那种有关系 他就是说要永久中立 他那个 有这么一个设想吧 这个乌克兰SSR SSR就是那个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意思啊 那么还有一个90年呢 非常重要的事件呢 就是说是1994年 有一个布达佩斯备忘录 乌克兰宣布放弃 苏联时代留存的核武器 那个当时是那个美国英国跟俄罗斯 再加上乌克兰 他们四方搞的那么个备忘录 他的这个备忘录里面就说啊 那个乌克兰你把那个核武器呢放掉 但是我们呢保证你的领土完整啊 这个主权独立啊 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备忘录 这个网上都有啊 大家可以搜索去看啊 那么当然到了2014年20年之后啊 苏联那个俄罗斯普京吞并克里米啊 其实就是说违背了这么一个国际条约啊 这是个国际条约在那个 在那个联合国备案的啊 当然对于那个普京来说 他完全可以说这是个历史文件了 对吧 你懂的对吧 接着再介绍一下那个乌克兰那些 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啊 最重要的一个当然是2004年的 所谓的橙色革命啊 大家可能都会听到过 具体的细节我们也不去太多的展开了啊 主要还就是围绕了两个总统候选人啊 一个呢是亲俄罗斯的啊 右边这个亚努科维奇 左边这个呢是游申科啊 那个他在2004年底那个参加总统选举之前 还被下了毒啊 所以他的脸是有点变形的 可以这么说啊 反正呢就说各方的博弈之后呢 是游申科这边胜出了啊 那个游申科搞选举活动啊 他选用了那个那个成色 作为他那个那个 就是说标志吧 所以这场革命叫做那个成色革命 好 详细的内容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啊 那么第二场重大的那个乌克兰的社会事件 当然就是2013年底 2014年的所谓的广场革命啊 有些人把它叫成那个尊严革命啊 也有些人叫做是清欧盟运动啊 这个各种叫法都有 那个英语里面叫它那个美党 美党的意思在那个乌克兰语里面 就是广场的意思 所以我就把它简单的翻译成广场革命啊 这个很多革命都发生在广场啊 这个也是大家能理解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发生在啊 这个亚努克维奇这个人还跑不掉啊 还第二次又卷土重来啊 参加了那个2010年的这个总统选举之后呢 胜出了算是啊 他胜出的时候 那个也是有很多争议的啊 他的对手是这位美女 寂寞生科啊 你看他那个选票也差的并不是很大啊 49等于是49% 对那个45%46吧啊 但是呢 亚努克维奇当时是当选了 2010年的那个总统 那么到了2013年14年的时候呢 呃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广场革命呢 是因为他在那个2013年11月21号啊 终止了跟欧盟签署政治跟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 就说啊 在呃 关键时候要选边站的时候 他选择了俄罗斯啊 那个因为当时俄罗斯其实给他了非常多的那个贷款啊 据说有150亿美元之多啊 欧盟呢 就远远没那么多 给他的钱不仅不多 还给他加了很多的那个条件啊 就是说你要市场开放啊 你要政治改革啊 什么之类的是吧 那所以他就决定选边站 站到俄罗斯这一边啊 放弃欧盟 那么呃 欧克兰的民众听了就不答应了啊 所以这个就开始了抗议活动啊 那个呃 但是呢 呃 也可以想见亚努科威奇作为总统 他呢 就是进一步在那个2014年年初1月17号的时候 签署了法令啊 禁止大家抗议啊 那导致大家就就就就就就啊冲突升级了啊 在他的国内 嗯 大家要求他上下台 到了2014年2月21号的时候呢 其实总统是跟反对党签署了这个一定呢 就是和平的协议啊 但是呢他知道他这个也是维持不了多久 所以他当晚就逃到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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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去了啊 先到那个先到克里米亚 后来就跑到那个俄罗斯去了啊 呃 有一部纪录片这个我已经推送给了几位呃 有些个朋友有些个群里面有些可能不见了每一个朋友都看到了啊 但是我觉得还值得提一提 这部纪录片叫《灵冬烈火》啊 拍得非常好啊 当年我在学那个拍电影的时候 我们这个老师还拿这个当那个 当那个呃 教材啊 这个我也对纪录片非常有兴趣 我觉得这篇这部拍得非常好啊 这个可看起来很强 是吧 它有故事性 呃 那么 2014年的广场革命之后呢 俄罗斯的反应非常的迅速啊 在一个月之内 他就占领了那个克里米亚 并且法律上完成了吞并克里米亚的这个动作啊 呃 那么之后呢 当然那个总统跑了是吧 那么呃 乌克兰重新选举总统呃 有个他的总统当时叫波罗申科啊 他也是亲西方的 呃 到了2014年底 乌克兰议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啊 他的动作就是说 放弃中立的立场啊 记得刚才1990年的时候 乌克兰曾经宣言说是要永久中立啊 但是因为跟俄罗斯的关系恶化 俄罗斯吞并那个那个克里米亚啊 所以呢 他就放弃了中立的立场 寻求加入北约啊 当然最后还有一条是2019年 呃 哲联斯基当的那个乌克兰总统 他也是亲西方的应该说是啊 这个就是灵动烈火的这个 呃 海报啊 呃 这个在墙里可能比较难以找到啊 啊 那个要想看的话可能还是 呃 呃 反正这个可以联系一下 好吧 这个呃 那个可以提供一个下载的链接的 嗯 好的 那 那么乌克兰的介绍呢 我就讲完了啊 那个接下来就是要介绍 呃 那个 呃 这位这位这位老先生啊 啊 叫蒋米老先生啊 啊 那个米氏啊 米老先生 我就叫他米老先生 好吧 那个啊 他的内容 呃 呃 47年出生了啊 今年7370岁了 74岁了啊 是现代国际关系领域里面所谓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啊 呃 国际关系领域有好多的不同的学派啊 最主要的呢 就是现实主义还有自由主义学派啊 那么在西方一般当权派啊 一般都是自由主义学派的人 那么学界呢 像那个米老先生这样的 他呃 他属于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啊 现实主义这个 现实主义的这个呃 观点非常的呃 简单粗暴 可以这么说啊 非常容易理解啊 所以呢 相信他的人 一般的民众里面是很有市场的 可以这么说啊 嗯 但是呢 我们呢 要那个呃 介绍他的内容啊 同时呢 呃 也就是 其实等于是树立一个稻草人啊 这个我们后面 以便于我们来批判他 好吧 这样我们可以待会可以讨论啊 啊 说起米老先生 他其实是个牛人啊 啊 那个啊 这就是一个图片啊 这是这个是他那个 呃 2015年的时候 呃 就是介绍乌克兰啊 他的这个理论观念的时候 那个一个呃 油管上挤下来的一个图片啊 他的一个 大家大概有个印象吧 啊 当时应该还不到70岁 是吧 那么他是一个牛人啊 他牛在什么地方呢 他呃 呃 原来参过军啊 穿过军啊 在那个西点军校毕业啊 在美国空军服役了五年啊 所以他在实际就是军队里面这个系统对美国是比较了解的 应该说是吧 同时呢 他反对啊 1994年的时候 我刚才说到乌克兰放弃核武器 他极力反对啊 嗯 并且他预测了 就说乌克兰假如说放弃核武器的话 那会遭到俄国的蚕食啊 啊 那么从乌克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角度来看 啊 看来就是他这个预测是准确的 对不对 那么2013年他强烈反对 呃 美国进攻伊拉克 所以呢 这个米劳先生也不是一个战争狂人啊 啊 那个 那么 但是呢 按照他的这个理论 他还推测 就是他认为中国难以和平崛起啊 那个中国真的要崛起的话 必定要跟美国要打仗啊 有一仗啊 嗯 呃 他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 比方说他说是不存在真正的全球的霸权 只有区域霸权啊 呃 像美国其实也冲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霸权啊 他不可能全球全部把它搞定啊 那么 那么有些人说了那俄罗斯在西边搞事儿 那那个强国是不是在东边可以搞事儿啊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就是按照他的理论这个时候还是有可能的说 呃 他又呢 他非常看不起什么软实力啊 他认为软实力没什么用处啊 到最后还是拳头啊 那个硬实力说话啊 就这么一个 就是就是说现实主义的这个呃 呃 国际关系学者 他是相信强权政治啊 那个其他的都是你免谈啊 什么理想啊 什么那个主义啊 什么平等啊 那个免谈啊 这个这个都没什么都不起作用了 这是这是现实主义的 那个那个国际关系学者的这个 呃一般性的观点啊 呃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啊 这就是这本大国政治的悲剧 2001年出版 那是911呃 呃前后的时候出版啊 但是在在在强国呢 呢大受追捧啊 啊那个2002年 2003年的时候就被翻译成了中文啊 呃第二版啊 2014年的时候出版的啊 嗯 那个呃 呃当然大家非常关注他书里 书里面描述了中国呃 这个崛起的威胁论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嗯 好 那么回到这个乌克兰这个政体上来 呃这是米老先生的这个 这个那个幻灯片啊 接下来几张都是他的啊 那么他就说了 这个欧洲关 安全的关键在于五个大国啊 呃法国在西边是吧 德国波兰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啊 这个土地面积都比较大 就在地图上看起来是吧 并且这个五个国家是相连的 连在一条线上啊 这是核心 这个关键啊 在他看来 那么聚焦一下乌克兰的民族分布呢 这个也对我们理解这个乌克兰的冲突有帮助啊 那个乌克兰的那个民族分布在这个国土上啊 这个在中部西部北部啊 这个包括这个粉红的跟这个红色的 都是乌克兰人占主导地位的这个区域啊 那么东部南部啊 这个像那个黄色的啊 那个加的杠的啊 跟这个南边比较白的啊 这个都是俄罗斯占那个占主要啊 主要那个成分的那个地区啊 像这种分布呢 在那个总统大选里面就表现出来了啊 像那个2004年的时候 总统大选像东南部啊 这个主要都投票的人的那个比例呢 啊 给那个亚努科威奇的比较多啊 他是亲俄罗斯的 对啊 那么对手优生科呢 当时是那个投票的人 那个基本盘主要是在西部跟北部啊 当然中部 那个我估计那个基辅啊 基辅斯坦的首辅在中间这 他还是属于那个乌克兰人比较占多数的啊 这个不仅仅是2004年 2010年 其他的那个年份也都是这样的啊 这个 也都可以理解 那么 米老先生在指出来就说 那个西方跟俄罗斯对抗的时候 俄罗斯有这样王牌啊 手里有这样王牌 这就是他的天然气供应啊 欧洲很多国家依赖 俄罗斯的那个天然气供应 像白俄罗斯就不用说了啊 白俄罗斯100%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啊 乌克兰呢也有75%左右啊 他这是72%啊 那么像波兰啊 占到一半基本上是啊 德国呢 也将近有一半的天然气是来自 俄罗斯 他是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是吧 这是2015年的这个数据 到现在可能这个依赖程度就更高了啊 我也没去查证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 有兴趣的话 甚至到意大利都有百分之啊 这个二十五啊 四分之一的那个天然气 像匈牙利也是比例很高 法国也有一部分啊 法国可能只有30%左右吧 英国跟那个西班牙就就没有那个 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啊 当时的情况 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那么多国家依赖那个 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的话 那么真的要打起仗来的话 那他翻下脸了 那对民众的这个升级影响是很大的 对吧 所以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那么乌克兰会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个冲突呢 我补充解释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米老先生的这个视频是2015年的 他是2014年的时候发表了文章啊 就是在那个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啊 2014年9月的时候发表了文章啊 同时呢2015年做了视频 但是米老先生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啊 所以我们现在用他2015年的这个幻灯再来解释 呃 引起了这个乌克兰危机 他认为完全站不住脚啊 呃 有人甚至认为普京是这个狂人啊 那个很不理性 他认为也完全不对啊 他认为普京是一个战略大师啊 非常的那个理性啊 这个不存在一个狂人的问题 嗯 还有一些人问 还有些人认为呢 就是说普京啊 是意在那个重新建立一个大俄罗斯区域啊 那个除了俄罗斯之外啊 那个白俄罗斯跟乌克兰是他的核心价值 利益之所在啊 他认为这个也不对啊 他觉得没有迹象认为 那个普京要扩张的意思啊 那当然还有些人认为 那个普京就像希特勒啊 他认为这都站不住脚 他在他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 美帝啊 美国跟欧盟要试图从苏联的啊 他写的是苏联啊 Soviet orbit 原来苏维埃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 把那个乌克兰剥离开来 剥离出去 而纳入到西方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 他认为这 米老先生认为这是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啊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他就拿三个要点来啊 第一个要点就是说 他说这个西方有 西方的战略有几个板块啊 第一个板块呢 就是北约扩张 第二个板块是乌门扩张 第三个板块呢 是支持乌克兰的民主运动 他在用了这个橙色革命 来代表民主运动 其实橙色革命 狭义上来说 只是指2004年的那个总统选举 刚才我说过是吧 但是呢他其实认为2014年的那个 那个乌克兰的这个危机所谓的广场革命 也是西方支持民主运动的结果啊 这是米氏的米老先生的这个观点啊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米老先生用的概念 并不是那么精确啊 他也许年纪大了是吧 其实这个不应该混淆的啊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西方啊 不仅经济上有扩张啊 而且政治上也支持那个民主运动 这会引起俄罗斯的反弹啊 这是他的说法 那么这三个那个板块啊 我们看看那个米老先生怎么解释的啊 第一个就是北约的东扩啊 他说北约呢 原来当然是几个1949年的时候成立啊 那个几个成立的国家当然像那个英国法国啊 挪威啊 丹麦啊 这些荷兰 东扩啊 从那个1950年开始到2000年之间 他有第一次的东扩啊 包括了那个把那个德国波兰 捷克啊 匈牙利都纳入到了北约的这个范畴里来了 还有意大利啊 还有那个土耳其 第二波呢 他说是2000年之后啊 那就是就是比较浅的那个粉红色吧 这个是啊 浅红色 就包括了的像波罗的海三国啊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之类的是吧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个地图上标了两个国家是 比较比较深的红色啊 就是乌克兰跟那个格鲁吉亚啊 你说一般的人觉得 你看他们这个两个国家都紧挨着那个俄罗斯 那那北约不是不是找麻烦吗 是不是啊 你要发展他们这些国家 俄罗斯会答应吗 在米老先生看来 这正是俄罗斯不答应的原因啊 这是核心的问题啊 到今天还是俄罗斯的一个核心诉求 就是说北约不要 请北约不要把乌克兰跟格鲁吉亚 纳入北约的这个成员国啊 这就是他的核心的这个诉求 对吧 其他一切好谈 这是个核心的 俄罗斯绝不答应啊 那么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是一个所谓的科学啊 它是那个政治科学的一个部分啊 它是讲究政局啊 那么政局为什么说 北约就一定要纳入 要把那个乌克兰纳入到那个北约范围之内呢 米老先生就拿这个 北约的所谓布加勒斯特宣言 那个做证据啊 这个布加勒斯特宣言有那么一句话啊 这个原文是有的啊 我就查过啊 的确是这样说的 他就说 北约啊 欢迎乌克兰跟格鲁吉亚啊 就说这个加入北约的愿望啊 我们呢 同意有朝一日啊 我们同意啊 我们今天同意 他当时是2008年的时候了 是吧 就是说 这些国家以后将成为北约的成员 所以这个是有证据的啊 所以你说 也不能说那个米老先生是瞎说啊 他有他的证据 当时是布加勒斯特是一个峰会啊 是北约的峰会 北约呢 当时对俄罗斯是非常友好的啊 还把普京邀请到了布加勒斯特啊 那个开了峰会嘛 大家都来讨论这个和平安全啊 普京看了这个那个北约的这个说法啊 这个宣言嘛 当时肯定也讨论的时候讨论到了 他当即就说 格鲁吉亚跟那个乌克兰 如果加入北约 那是对俄罗斯直接的威胁啊 这个也是有记录啊 所以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 这个应该说这个 这个冲突的根啊 这个种子已经种下了啊 当时是那个北约的这个东扩的问题 那么还有欧盟的东扩呢 当然刚才已经讲到了2014年的时候 那个 亚努科威奇 2013年底11月21号的时候 啊 这个 亚努科威奇就是终止了跟欧盟的谈判 这个 这个 动作等于说选边站 选到了俄罗斯这边呢 直接触发了那个广场革命啊 刚才已经说了 我就不再多说了 好吧 这个 这是米老先生列举的这个日期 就是从11月21号2013年开始 是吧 到最后 亚努科威奇逃离 啊 逃离那个乌克兰 嗯 啊 米老先生认为这个当然是欧盟经济上东扩啊 啊 所触发的 嗯 那么 广场革命啊 之后呢 就是这俄罗斯大人吞并了克里米啊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好 米老先生说 呃 那个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啊之后 西方的应对呢 西方是越来越强硬 对不对 嗯 而不是说寻求妥协 那么 米老先生认为 西方是赢不了 因为 呃 呃 乌克兰紧挨着这个 俄罗斯是吧 你 你 呃 你 再强硬啊 那 那弄到最后 假如说俄罗斯把那个 呃 这个根打起来的话 那乌克兰绝对是 遭殃对吧 给被 可能被砸烂了是吧 砸烂了就是 那那肯定是 那应该是不算赢 是吧 嗯 因为我们谁都不希望 就是要 要一个那个烂 砸烂 被砸烂的 乌克兰 对不对 更有甚至啊 米老先生认为 假使 即使是西方赢了啊 也不是个好事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呢 是因为啊 那个 呃 他认为就说 西方其实在很多问题上 需要俄罗斯的配合啊 从东边的那个北韩啊 到那个 伊朗的核问题啊 到叙利亚局势啊 控制啊 这些都是需要 那个就是离不开啊 那个俄罗斯 你给 把俄罗斯给惹毛了 对吧 那个你什么事情都搞不定啊 他还来给你搞事啊 所以就是 你哪怕是西方赢了乌克兰 对西方不是个好事 这是这是米老先生的观点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啊 他说应该 第一条啊 那个让 乌克兰中立啊 这个乌克兰原来就是个中立国 对不对 那这样呢 就可以在 那个北约 跟俄罗斯之间 有一个缓冲地带啊 一个缓冲国啊 这是他核心的目标啊 他认为 我一开始一看 我非常同意啊 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非常非常合理的啊 那么他进一步解释 就是说 北约的势力范围 可以到波兰为止 是吧 那么乌克兰呢 就 就就就就 就让他是中立是吧 俄罗斯呢 他也不会去侵占那个乌克兰 在他的眼里啊 那么 北约假如说 把那个乌克兰纳入到 北约的范围之内呢 很可能导致乌克兰分裂啊 那么 西方占据西乌克兰 俄罗斯占据东乌克兰啊 这绝对不是个好事啊 他认为这个就刚变成了针尖堆卖网了 是吧 这就 这就 这大家都是坐卧不宁了 对吧 具体应该怎么办呢 他说啊 那个北约应该放弃东扩 到了乌克兰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说是应该给那个乌克兰啊 跟那个俄罗斯一起啊 那个 给那个乌克兰经济援助啊 第三条呢 他想的很仔细啊 这个方面倒是说要保证少数民族的权益 尤其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在乌克兰 是吧 米斯还有些其他的观点啊 在他那个跟观众互动的时候 我就总结了几条 跟大家分享 这个我估计很多人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啊 第一条 有人问 那么美国会按米老先生以的提议行事吗 他回答说 不会 他说 美国的外交政策层采用的是 自由主义的教条啊 他们是听不进 现实主义的这个理论 处方的啊 第二条 为什么西方啊 尤其是美帝的外交政策如此的愚蠢呢 他说 因为美国自身很安全啊 并且是唯一的霸主 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啊 这就很有意思了啊 他他认为就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一个国家 你说人民要幸福啊 很关键的是要制约政府公权力 对不对 那么在国际关系这个这个问题上 其实是没有一个公权力 可以制约任何国家啊 大家这个都是无政府的状态啊 那么怎么来制约那些霸主的行为呢 没有办法 他认为啊 这就是强权政治啊 这就落实到强权政治的问题上来啊 跟他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啊 他认为 还有人问 选民选择谁啊 在美国啊 就是说是选择共和党好 还是民主党好 他回答非常悲观 他说在外交政治上 选谁都一样啊 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外交政治上 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都是一求之后啊 说的难听点啊 接下来还有人说 接下来呢 说啊那个 为什么会搞成这么大的冲突啊 他说 这是因为西方跟俄罗斯各自所遵循的 这个字打错了啊 所遵循的脚本是不一样的啊 唱的戏本是不一样的 西方遵循的是自由主义的外交逻辑 俄罗斯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这个思考啊 现实主义的这个强权政治的逻辑 好吧 所以呢 这个两个人就等于说是鸡跟鸭讲 也讲不通啊 所以到最后只能冲铺啊 但还有一个观点 他一直认定啊 中国是崛起了啊 并且他说认为中国的崛起会迫使美国 他的思考更具有战略性 而不是那么随意啊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假如真的崛起的话 那是有意义的啊 对世界和平啊 这是他的说法啊 呃 并且他认为俄罗斯啊 那个呃 他同意俄罗斯认定广场革命中民选总统下台是非法的啊 这个是米老先生的观点 他最后还有一句 他说美国有门罗主义啊 俄罗斯呢 他不想让对手在家门口驻军完全可以理解 呃 美洲都是美地的这个势力范围 那么米老先生呢 他就说那俄罗斯也可以同样说啊 他说欧洲不是你美地的那个势力范围是吧 尤其是乌克兰不是你那个美地的势力范围 所以米老先生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认为俄罗斯是 这个也有理 那个也有理 好吧 嗯 好 我看时间怎么样了啊 啊 40分钟啊 这个可能开始少几分钟 我是争取5分钟之内讲完啊 嗯 啊 10分钟之内可能讲完啊 批判的那个内容也很多啊 那个 我就不一条条的说 呃 减几个主要的吧 待会儿讨论的时候有必要的话再补充啊 嗯 呃 那个 这个其实是神仙打架 那样的啊 这个学术杂志上呢 就是说 那个针对米老先生的观点啊 有好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那个反驳啊 反驳的那个 呃 语调都非常的强烈 可以这么说啊 嗯 呃 这这一位学者叫库兹尼尔 是一个波兰人 呃 他的 呃 他的这个反驳的这个 呃 题目就很有意思啊 嗯 呃 呃 他认为 他认为这个米斯完全是胡说八道啊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啊 嗯 呃 他首先强调的 就是说这个库兹尼尔首先强调的 就是说这个米老先生完全忽视了乌克兰人民自己 意愿啊 啊 他们要追求自由民主啊 啊 你你你你就在这儿讲那个强权政治是吧 所以根本跟那个跟那个乌克兰人民的意愿相违背啊 嗯 他说 2014年的广场革命啊 不是什么那个非法让那个民选总统下台 而是人民要求革除害人听闻的腐败啊 啊 要呃民众希望建立正常的民主制度 呃 为什么乌克兰不跟着普京的调子走就错了呢 对不对 嗯 所以呢 说那个克兰尼尔这位学者就说 米老先生对于广场革命的起因和过程呢 非常的无知啊 嗯 接下来啊 关于那个北约东扩 呃 这位学者说 布加勒斯特宣言 只是表明啊 这个北约的开放的立场 符合 完全符合北约 啊 这个 成立的宗旨 它的宗旨就是要保障欧洲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啊 那么欧盟的东扩呢 也符合欧盟的使命啊 欧盟的使命啊 欧盟的使命就是团结自由的民主 团结欧洲 促进欧洲的这个安全跟经济发展啊 这个都没错 对不对 并且欧盟没有主动去拉拢乌克兰 是乌克兰主动要求加入欧盟 啊 那个最重要的还是乌克兰呢 就是对 呃 清俄的政策不满 啊 他们以前在那个 俄罗斯啊 这个苏联时代受尽了那个 那个苦啊 包括 呃 当年那个乌克兰的那个 呃 饥荒 对不对 嗯 所以现在他们呃 这个眼睛向西看啊 要西化啊 这个是完全震荡的是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呃 米老先生完全忽略了北约 其实已经 关于北约东扩 做了非常多的让步啊 啊 那个包括承诺 就是在那个新加入的成员国土上 没有 就是不安放核武器啊 啊 并且也提供给了那个俄罗斯高层互动机制 邀请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啊 大家可能比较了解这个七国集团是发达国家 民主国家的那个 呃 一个小集团可以这么说啊 把俄罗斯拉进来就变成了八国集团啊 当年还在英国开过一个八国集团会议 我觉得就在我家附近不远啊 嗯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觉得俄罗斯怎么跑到这个八国集团来了是吧 但是这个其实是想拉拢 西方想拉拢那个俄罗斯 其实是很 应该说是有善意的啊 也是 其实西方是希望俄罗斯内部的环境有所改善 就是往民主方向发展 嗯 对那个南蛮谢谢你啊 应该是布加勒斯特 那个应该是那个布啊 那个布匹的布啊 嗯 那么呃 北约的这些种种的姿态 西方的姿态 其实甚至被现实主义的大师基辛格啊 认为西方因为北约的扩张 给了俄罗斯太多的好处啊 嗯 所以俄罗斯不应该如此的这个 那个漫天要价啊 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那么 还是这位学者啊 他的文章很长 十几十几页啊 我就就就在 在录成为那个几个 呃 PPT啊 所以这个呃 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 那个这个这个学者呢 就说普京其实在玩强权政治啊 完全不考虑什么啊 那个乌克兰的这个利益 是吧 认为 只要搞一个中立的乌克兰就会要就会让普京心满意足完全是幼稚和无知的啊 这个说老先生生活活在那个自己的这个梦幻里面啊 呃 那个格鲁吉亚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说啊 那个格鲁吉亚那个俄罗斯是出兵了啊 那个打了两个地方啊 那个待会儿也许有时间可以进一步分享 所以呢 借鉴格鲁吉亚的战争 也许俄罗斯是会对乌克兰出兵的啊 嗯 呃 米老先生当然 嗯 还有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呃 把那个乌克兰跟古巴比较啊 当年1964年的时候 古巴危机啊 是因为 那个苏联 那个势力范围 到了那个古巴 要在古巴安装导弹 美国坚决不答应 对不对 是这么个关系 那么现在啊 米老先生说 那个 那个 北欧要到那个俄罗斯的家门口 乌克兰去啊 那个发展他的成员啊 苏联那个俄罗斯普京不让他搞 那是绝对 呃 震荡的是吧 但是呢 啊 这位学者他就说 呃 美国的确不让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 但是呢 古巴后来是成了金户会的成员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 那么 乌克兰成为欧盟的成员 应该是完全不是个问题是吧 那个 你你你俄罗斯不要那么紧张 对不对 那么俄罗斯是不是应该享受用自己的势力范围呢 啊 他是不是还是一个帝国呢 是吧 呃 那个 受尽俄罗斯欺压的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办 还是应该忍辱负重吗 啊 这个是这个学者对于那个米老先生的质问啊 嗯 那个这个学者还说到 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啊 就像说1939年的芬兰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那样可笑啊 所以那个米老先生你别搞笑了啊 啊 就是这个这个学者对于这个米老先生的批判啊 嗯 那可能就说美国更有理由对俄罗斯强硬了啊 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这样合理的推理啊 嗯 那接着他还要骂那个米老先生 这个学术文章里面骂架骂起来也是很厉害的啊 这个说米老先生呢 是事实上的错乱啊 跟对俄罗斯的无知啊 他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过于简单化 呃 那个如果把米老先生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放到1989年 就可以看得出就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啊 因为那个时候 东欧巨变是所谓的就无权者的权利 战胜了所谓的强权啊 无权者的权利当然是人民了啊 站起来那个那个那个推翻了这个 呃 呃 苏联的这个秩序所谓的是啊 嗯 那么呃 自己这个词啊 无权者的这个power of the powerless 这个当然是从那个 呃 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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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的总统 呃 当年有本书啊 七十年的时候他写过我们书 他的名字书名就叫power of the powerless 啊 那里面来的啊 嗯 那个最后啊 这个学者啊 说了啊 他说 俄罗斯公然践踏国际秩序 无视自己的承诺 对他不应该绥静和宽容 而应该是坚定的 始终如意的加以遏制 西方有这个能力啊 为了乌克兰也为了俄罗斯自己 应该毫不犹豫的派上用场 正如丘吉尔说的那样 俄罗斯最瞧不起的就是懦弱啊 嗯 最后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学者啊 说啊 最后呢 他说 米劳先生有权利不要表达他的观点 啊 他的错误想法在西方有代表性 但是西方应该捍卫自己的价值 维护自己建立的国际秩序 因为这个秩序比俄罗斯和正在崛起的大国 所提供的秩序更加人性化啊 正在崛起的大国是指谁呢 啊 这个不用说 我的大家都知道啊 啊 说这个西方这个比那个 这个俄罗斯跟那个 强国更加人性化 对吧 嗯 说实话 这个读学生文章 很少会让你感觉 动容啊 但是我觉得读到这一段 还是让我 啊 可以说 动了动了情感啊 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力量的 这位这位这个波兰学者啊 嗯 好 还有其他的我就不介绍了 这个内容非常多啊 待会讨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补充啊 到底会不会开打呢 这个问题我知道 大家都会关心啊 说实话 会开打的理由很多 不会开打的理由也很多 谁都说不定啊 只有普京知道 可能是吧 这个内容我们待会再讨论 好吧 现在什么时间呢 我觉得我讲的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进入讨论阶段 已经50分钟了啊 我就不讲了 好吧 就到此为止 我觉得 呃 嗯 那个 那个 乌克兰的形势还是 呃 紧张 起码可以这么说啊 到现在为止 核心的问题 就是北约东库的问题 并没有解决啊 那个大家 立场都摆出来了 啊 至于走向怎么样啊 这个 呃 公收公有理 婆娑婆有理啊 我们一起讨论 好吧 拜拜